大家好,我是李嘉宜,保冯兴 这个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参加Paramashu Wuhan三级课程 我们一个环节叫做前世回溯冥想 这样的一个环节 那最近三次的课程呢 我都有参与这个冥想 前世回溯的冥想 那这个冥想呢 第一次我回溯到的前世呢 是一个当官的 那被迫害致死 大家可以翻看我之前的一个视频的分享 然后第二次我回溯到的前世呢 是一个唱戏的花旦 一个女的 然后模样长得非常的漂亮 也是在某一次的运动里面呢 就是被陷害 被侮辱 然后从此以后都没有登上舞台 没有登上戏台 那就郁郁而终 那今天这一次呢 我回溯到的也是不一样的前世 那这个前世 首先我们师父引领我们回到这个前世的时候 我是一开始就卷缩着身体拼命的在呼喊 非常的大声的在呼喊 大声的叫 大声的喊 非常痛苦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大声的喊 大声的叫 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画面出现 就是自己不由自主的就卷缩的身体就大声的喊叫 在家里面因为是我在工作室把门窗全部关掉了 然后的话就喊得非常大声 OK 之后呢 就出现一个画面 就在意识里面就 这个画面就来了 就像放电影一样 就是我被五六个大汉 用麻袋装着 然后进入一个森林 那天是一个黑夜 然后把拖拖着我进入那个森林 然后每一个大汉手上都拿着一条很粗的棍子 那拼命的在打 我也拼命的在叫 拼命的在喊 救命啊 救命啊 然后他们也好像没听到我呼喊一样 不断的在殴打我的身体 非常的疼痛 非常的无助 非常的痛苦 到最后直到我奄奄一息 然后整一个麻袋 全部都是血淋淋的 就他们就停了 停了之后 就把我从那个山顶里面 很高的山崖里面扔下去 直接就扔到谷底 就这样就失去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释放了非常多的无助感 无力感 还有痛苦 那这也是我们回溯前世的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 回溯前世 这一部分 完了之后呢 就是到 把师父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动物的身体 这一次我进入动物的身体了是老鼠 我进入老鼠的身体之后呢 师父叫我们来体验这个老鼠的那一世的他的情欲 他的愤怒 他的恐惧 还有他的饥饿感 首先我体验肥饿感的时候 老鼠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只能飙寒交迫 那个下雨天 我进入了那个场景下雨天 然后非常的冷 出去也找不到食物 就只能吃什么呢 吃那些树的树干 然后就去咬 咬的那些树干 一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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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就体现这种饥饿感 那在这个饥饿感出来的时候 很原始的那些欲望就出来了 就我也做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释放 当释放那个情欲的时候 也是很原始的一个老鼠 去观想一个老鼠 见到异性的时候的那种原始的欲望 是直接那个动物 就是那个老鼠的那种生物记忆 直接在我的身上就唤醒 然后来释放出来去圆满 包括了一只老鼠 人人喊打 或者是在被一些自己的猫啊 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去追的时候 然后那种恐惧感 我也释放了 还有的话就是一种被欺负的 被不公平对待的那种愤怒 作为动物肯定在生灵 或者是在这个生物的法则上面 被欺负的那种愤怒 完全的释放这些愤怒 情欲恐惧 还有就是我们的无力感 这些全部释放出来 这些全部释放出来 饥饿感 释放出来 这一次的冥想和之前两次 好像都是很强烈的让我释放出很多 很多很多内在的无力感 无助感 痛苦 然后还有一些不圆满 它给到我的更大的一个突破 就是原来很多我们天生带来的 很多的受害者的一个角色 还有我们很多无力感出现 原来它不是我们这一生形成的 是说我们不是做完这一生的圆满 我们就可以了 并不是 我们前生还有很多原始的生物记忆 随身携带来的 随着我们出生就携带而来的 这些是需要回溯到前世去圆满的 那怎么我们能回溯到前生吗 在我们自己来讲 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去做 那我就知道 我只有不断的回来 师父的这个营造的这个能量场 也就是Pramacy Wuhan三级课程的一个能量场里面 来做这个前世回溯的冰箱 才能圆满这一部分的不圆满 所以的话 我们需要不断的回来 复训 然后去释放这些不圆满 我们才能真正的证物圆满 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你是Pramacy Wuhan一级课程 二级课程或者三级课程的老学员 那么我曾经的邀请你重新回来 上Pramacy Wuhan三级课程 因为在10月24号之前 我们连续还有三期 现在还有加上这一期的话 加起来是四期的完全免费的这个课程 之前的收费都是两万一千美金 现在在师父的恩典和慈悲之下 这个课程是完全免费的 邀请大家回来 如果你是一个还没有上过这个课程的 你也可以来参加 也可以邀请你的身边的朋友 身边的亲人来参加这个课程 这是我们人生必修的 也是特别特别特别珍贵的 一个开悟上师给我们的礼物 感谢大家 Lijjaranam